大家好,这里是Peter汉语,我是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HSK6级听力第一部分的实战练习 好,我们先来听一下问题 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合作 言 耳 手 脑子 OK,现在开始吧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睡眠的需求不一样 婴儿除了吃奶就是睡觉 睡眠时间可能是十几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不断缩短 到了成年,对大多数人来说,六到八个小时就够了 好,那么这篇文章 他说的就是睡眠的问题 除了睡眠,还提到一个词 就是年龄 对吧,注意这两个词 好,那么选项A,B,C,D 一共是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中 A呢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B,C,D 是跟年龄有关系的 那么具体的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 我们再来听一遍 这次有拼音,有字幕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睡眠的需求不一样 婴儿除了吃奶就是睡觉 睡眠时间可能是十几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不断缩短 到了成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 六到八个小时就够了 好,那么这段文章呢 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应该特别关注的就是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呢 是整个这个文章的一个总体 它是对文章的一个概括 就是说这段话我要说什么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睡眠的需求不一样 接下来他说的不同年龄段什么 婴儿,还有年龄增长 也就是说少儿,少年 然后接下来是成年 对吧,这就是不同年龄段 它进行一个具体的这样的叙述 所以第一句话 总体句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年龄和睡眠的需求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的成分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睡眠的需求不一样 这句话的主语是 人 然后 不一样 人不一样 好 婴儿 睡觉 除了A就是B 就是婴儿睡觉 以外还做什么 睡觉 婴儿只做两件事情 吃奶 睡觉 好,下一个句子 时间 是 多长时间 所以这婴儿的睡眠时间 是多长时间 好,然后接下来是 睡眠时间 怎么样 缩短 前面有一个随着什么什么 这个呢 它是一个接次结构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是年龄在越来越大 我们的睡眠时间在缩短 好,到了成年 成年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够了 多长时间啊 6到8个小时就够了 好,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 先是一个总起句 年 不同年龄段 对睡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婴儿的时候 除了吃奶就是睡觉 所以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 睡觉时间比较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睡眠时间在缩短 成年 那么成年人如果我们说是 18岁以上 或者20岁左右 在20岁以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6到8个小时就够了 对吧 婴儿 然后逐渐增长到成年人 所以这些年龄段 它进行具体的这个续说 这样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大概就清楚了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A选项呢 跟文章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文章主要叙述的是年龄和 睡眠时间的问题 A一点这个 就是这个 跟这个都不贴边 它只有睡觉的问题 B说的是孩子 睡眠太多 对孩子不好 C老年人睡眠时间较长 有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睡眠时间会怎么样 缩短 就是睡眠时间会变短 年龄越大 我们睡眠时间越短 然后年龄变化会改变睡眠需求 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再来听一遍 不同年龄段的人 对睡眠的需求不一样 婴儿除了吃奶就是睡觉 睡眠时间可能是十几 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睡眠时间不断缩短 到了成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 六到八个小时就够了 想好了吗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哪一个 应该选择的是 得 A我们说我们是排除了 对吧 我们是不考虑A的 A我们不考虑 B呢 孩子睡眠太多 婴儿呢 他需要很长时间的 就是睡觉 因为婴儿除了睡觉就是吃 然后老年人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是变短的 所以不是长 那么下面 年龄变化会改变睡眠需求 这是对的 不同年龄段 对睡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具体到睡眠时间 你选对了吗 好 今天的听力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